猛虎皆独行,牛羊才成群 狮子听到可能会不服 你这纸丧骂怀的说谁呢 你以为是我想群居的吗 在非洲大地,不仅生活着长颈鹿大象 虚牛河马等非常难啃的大骨头 还有诸多金道夫,虎视眈眈 天上盘旋的雾鸠秃鹰 地上刺激而动的猎狗土狼 在强敌环刺的情况下 一只狮子还真有可能镇不住场子 与其把食物给他人分享 不如和亲属一起速战速决 而老虎由于领地内的猎物资源不够 不足以供给群体消耗 也没几个动物敢和他抢食物 捕获一个大型猎物能慢慢享受好几天 狮子除了填饱肚子以外 还要面对其他家族的入侵 从第一群狮子选择群居开始 留给其他狮子的就只有两条路 要么也群居,要么被淘汰 开阔的非洲草原躲都没地方躲 这就是猛虎独行狮子成群的原因所在 要是有一天,老虎和狮子互换地方住 会发生什么呢 感谢观看